大家好,我是修一 之前一次做标本的时候 用到了这种水晶做造景 就一直在想 这两种独特美感的物体 要是能结合的话 一定很奇妙吧 问题是怎样才能不生意拼接 而是让水晶自然生长在骨骼上呢 其实水晶就是二雅化硅结晶 虽然我做不出二雅化硅结晶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出其他结晶呢 这是硫酸铝甲 俗称明凡 比较安全 又很便宜 非常适合新手入门晶体化学 我们取25克粉末 加入50毫升纯净水 加热搅拌至粉末全部融化 就得到了热饱和溶液 过滤 等待结晶吸出 室温过低的话容易结成大饼 当时我的室温是12度 试了好几次都截不出大胆筋 就只能用保温箱了 这个实验还是比较适合夏天做 说不定做完这期视频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吗 主流的方法是先吸出一堆小晶体 挑一个形状完美又透明的作为结晶盒 放入新的培养液 让它慢慢长大 由于重力因素 底面施长不开 就会长成这样扁扁的一大个 悬吊法会好很多 成功率也高 可能还没忘记高中化学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这不就是无水硫酸酮结晶实验吗 我还记得当时我也做了一串 后来就问话没了 接下来是标本部分 配置双氧水 这些骨头标本需要漂白一下 杂质还挺多啊 晾干了还是黄黄的 说明油脂没有去掉 用低浓度氢氧化纳溶液泡一下 不小心浓度配高了 有些腹位直接融化了 1%慢慢泡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是水雕的头部 组装一下牙齿 顺硬的贴上硫酸铜晶体 我一开始怎么说来着 虽然这一看就是贴上去的 不是长在上面的 但不得不说这种硫酸铜蓝是真的好看 那种高贵优雅的感觉 不知道有多少高中生 因为它从此爱上化学 最后看一眼 就要变丑了 用铁丝穿起来 悬挂在结晶敏上 配置新鲜的硫酸铜溶液 把带有晶体的位置进入其中 再拿一个干净的标本做对照组 进入一半 两天后取出 测一下飞跃的ph值为3左右 大家最好不用用手直接接触硫酸铜 毒性是一方面 手上的油脂也会影响结晶成果 这个头骨被染成了绿色 交界处太明显了 涂点溶液过渡一下 再把脱离的晶体粘一下 没有人工干预的标本 晶体位置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肺液底部虽然也是大饼 但是看着也挺美的 像深海中的宝石一样 大块的晶醋长大了不少 小的晶体是一点没长 比起初稿 多了一分脏乱 少了八分优雅 但是自然状态下就是这样 十分野心 固定一下涂上光油 否则它们的蓝色焰火将在风中消散 接下来是硫酸铝甲和硫酸隔甲的混金 6克硫酸铝甲 3克硫酸隔甲 50毫升水 加热搅拌溶解过滤 这个溶液是墨绿色的 等待晶体吸出 此时我发现我的硫酸铜肺液中 出现了一个小结晶 它的上方正好贴纸页面 由于张力没有掉下来 真是神奇啊 可惜它长大了就会掉了 等了两天都没有结晶 我急了 又配了一次溶液 颜色居然不一样了 硫酸各甲的占比会影响结晶颜色的深浅 又等了一天 就准溶液居然结出了一大块 可惜形状不够完美 又等一天 可能是镊子污染了溶液 吸出了一大堆小晶体 新的溶液还是没反应 挑几个品香好的 让它们在新的溶液里长大吧 挑一个最完美的 献祭我所顺不多的头发 用胶水沾上 这么小实在是不好绑了 据说这么沾也是可行的 就用悬吊法让它成围 怎么断了 算了 就让它先在锅底长大吧 这是一块橘石化石 化石也是标本 标本就是素材 整点化活 在我查阅各种标本培养案例的时候发现 几年前就有外国人在玩这些了 把锯齿沙化石或者缠的标本之类的放入溶液 让晶体附轴在上面 这类艺术品算是艺术类标本的一个小分支 就叫它晶体化学在生物标本上的表现吧 嗯 非常期待这些小晶体能长成什么样子 这种混晶长得特别满 我们先来看看去年的苔藓瓶子吧 金叶普通线爬满了整个外围 头骨上爬满的绿色已经看不清轮廓了 上面附着了一些东亚沙藓 长势很好但是观赏性不佳 然后我又种了一些在这种矿雕河里面 观赏性很好但是泥土流不住水分 蒸发太快了改造一下吧 剪去枯黄的部分 剥开苔藓 中间放一个漂白过的标本 四周多铺点泥土 浇上水 再铺上点赤鱼土 这个保湿性好 再种上一些小苔藓 让它们慢慢长大就好了 这个头骨会不会太白了点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有段时间了 原色的小很多 更容易干还不太吸水 也铺上赤鱼土吧 再布点土和苔藓 像这样把自然中的一个小空间 装进盒子里 有种类似盆景的意境 可能有些人看了会觉得毛骨悚然 但是我看着动物的生命残骸上攀附着植物的心声 会想到原始森林中的生命迭代 这让我的内心变得平静 捡起耐心 过滤溶液 这块晶体果然又变大了一些 这次我准备了一根超细的纤维线 强度也还不错 看来是浇水的问题 让它再自然生长一会儿吧 又过了一天 长大了一点点 碗底还有好多微小结晶 只能用捆绑的了 再线机跟头发 其实用透明鱼线也可以 但是头发又不是唯一种标本 我们来看看这个菊石怎么样了 过滤溶液 不出所料 这个胶水沾不牢啊 换一种胶试试 继续浸泡 再来看看这几个培养米 成果不错 这个饼很大 放进去增加浓度应该能长得更快 取一只竹锋 洗一洗 晾干 放入饱和溶液中 一天过去 不适发生 震惊 碗底这么大两块结晶 但是这样摧肥的结晶 透明度不高 表面也比较粗糙 还是让它慢慢长大吧 成果是这样的 我觉得晶体再少覆盖点就好了 一只水晶蜜蜂在摄取纸巾上的绿色毒液 我知道好多人都是追求大个体的担惊 考验的是技术和经验 这种命运麻麻的小金醋一般是废品 但是我觉得还行 绝对没有说我做得好的意思 这期视频就像一场实验 有尝试 有失败 有成果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 这个局时也要隔几天过滤一次 防止灰尘进去 底部形成的结晶会分走上面的大晶体的养分 把这些小结晶也搓下来吧 又数第二个结晶特别小 比较不和谐 如果它掉落到烧背底部的话 会生长得更快 果然掉了 这下和谐了 可能是这个晶体不是从小就长在上面的 特别容易掉 掉了四五次之后 终于扎上根了 要是不是先排上这十个晶盒 任其自然生长的话 估计会像侧面这些小晶体一样 均匀大小 均匀排列 长大了就像一个紫色的菠萝 这些晶体又脆弱 又锐利 表面平整 里面好像有一层层的裂缝 最后看看这个悬吊生长的晶体 已经有两厘米大了 形状不太规则 做完这些的时候 我松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不用每天祈祷 晶体不要掉下来了 而且每天要做的也只是过滤溶液 洗洗杯子 紧张又内疚的拖跟着 真的很抱歉 这期内容比较零散 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作品 但是下期内容是关于武器的 也是我突然想做的 特别感兴趣的新领域 可以期待一下哦 感谢观看 你的关注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